你不是新令老爺吗 我坐在门口呢 还不知道哪 也不知道 从哪来了个黑脸强盗 夺占了衙门 自己做起老爷来了 反让县令替他看门 是啊 他还让咱们县令 做了他的账房 那人是天不乏地啊 是是 把全县的水凉 免除了一半 剩下一半的 也不交给朝廷 自己留下来招兵买马 真厉害 过来过来 随我断案 你们两个有何冤枉 说与我听 本官自当有公断 丁将军老爷 小民张三 家住后瓦相 去年春天 小民借给李二五百钱 约定为期半年 今日小人前去要钱 他非但不还 还打了小人 来 你看哪 李二啊 你可借人家张三钱了 借 借了 那为何不还呢 小 小的没没钱还哪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这是天道理 来呀 在 拖下去 重打三十大板 家后是重 走 走 大人找命啊 大人 上山找命啊 上命啊 大人 我还 我还 这李二是人 那你也是人 我还 人家有拳脚 你也有拳脚 大人 为何只吃人家打呀 老爷 小人受了他的欺负 老爷 你给我拖下去 你也打十大门 诺 老爷小人不罪啊 小美是受了他的欺负 打不过他呀 你 你挨了人打 你还好意思说呀 你为何不宜死相拼呢 你这个鸟蛋 真是气死我了 把他给我拖下去 再加打十大门 老爷 不能打我呀 老爷 老爷饶命啊 你这个软蛋 大方 好啊 此案 断得如何啊 断得真 真是 空前绝后 在下 五体投地 长方 我叫你派人去打探 刘备和关羽的消息 打探得怎样 在下 已派出四拨人 分别前往 东南西北打探去了 可有何消息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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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探 打探不得消息 我把你们这一干人弄的腿 全都打烂了 遵命 遵命 好 好 这一棒打得好啊 那个石刀的 连魂都屁了 起来 笨蛋 接着打啊 将军 我的手已经被打肿了 实在打不动了 不叫是个手腕的吗 折了绑的 哪也能起来接着打 起来 好 好 就这样 接着他 不拿来啊 都是打出来的 不成体啊 张将军 外出打探的人回来了 好 退下 将军 可有我哥哥的消息 将军 小的奔着你五百多里 一直打探到黄河边上 也没能探听到 刘备和关羽的下落 你可没用的东西 拖下去 给我打十大盘 能 打过之后 将军 再去打探消息 张将军 张将军 小的探到关羽的消息了 好 我二哥现在在哪里啊 小的一口气探到眼中 从于受伤士兵口里得知 关羽投靠曹城下了 放屁 胡说八道 拖下去给我打 张将军 张将军 探不到消息要打 小的探到消息 为何还要打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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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小的探到 关将军消息了 快说 关将军 关将军投降曹操了 胡说 千年万全千年万全啊 将军 关将军不带降曹 还帮 还帮曹丞相 杀了元寿的大将 一个叫炎亮 一个叫文丑 关将军为曹丞相建了大功 曹丞相就上奏朝廷 给关将军拜奖封侯 交个什么汉寿亭侯 故关将军就住在许昌城里 曹丞相伤给他了一个大房子 里面什么都有 有龙丁 一派胡言 胡说八道 来人 来人 给我拖下去打 罗 张将军 给我抠给他打 抠给他打 抠给他打 关允 关允 下路 下路 后 大哥呀 你在哪儿啊 怪人妄恶复义 备主乡贼 找我拿住你 将你随时